在香港的那段时间 像进入了训练班的时期 就从零开始 到有一个基础了 雨伞白雪飘顶 人笑少年的心 对不起 我今次专闯的同位导演 给大家一个机会 全都在我看 不过有时我爱情 很容易另一个人迷失方向 你说你自己了不了解他 你我始终都是好朋友 同意 郑主再见 世上不会再有韦小宝这个人 到台湾地区发展的时候 就是毕业了 毕业之后 那就开始学习普通话 开始要出国语专辑了 那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要接拍同期生的女士作品 是说普通话的 说普通话的 同期生的 对对对对 这个还蛮难的 那你可以看千金百分百 陈乔恩的第一部 现在还是讨价还价的时候 我认为不是时候向你报告 现在看起来这个跟我现在说的普通话 有挺大的分别 台湾腔不要 到现在了 我依然在大学 这个大学我还没毕业啊 我还要在这个 我祖国的怀抱里面 我要变成博士或者硕士或者在学什么 我先听见了 不错 我先听见了